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我們今天呢要來玩這款遊戲叫做茶的鏈機喔或是叫茶吃鏈機啊 是一個香香的手遊 好像每一個角色的名字都是這種飲料的名字 這邊有一些小劇情喔我們就直接跳過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戰鬥 戰鬥畫面 這個人物的劍喔 還蠻Q的 超級Q版 這個這個是怎樣 這是在射 射東西嗎 有點像那個之前 雷電的 雷電戰機的遊戲 不過沒關係喔我們這款遊戲最主要的是這個畫面這個圖片 我們角色 裝備 戰鬥方式就跟之前的少女迴戰就 不用太多在意喔 主要的話還是其他這種 卡牌香香就夠了 會一樣會有這個克制敵方喔 茶葉然後 像西瓜 這個是珍珠奶茶 這個是光暗 直接把他對應到是不同的這個屬性啊 烏火木光暗這樣就可以 不過我們這個角色是不是不會扣起來 這樣我們還需要一些復活的 裝置嗎?復活的角色 看我一起點擊按鈕進行招募 先招募一下 一個動畫 打牌球 不過這個球好像往天空 飛過去了是不是 看一下招募到誰 波霸奶茶 他背面好像不是波霸奶茶 要什麼 蜂蜜檸檬綠茶 還有一個羈絆 看你們有沒有喜歡這種 圖片 這是什麼我真的看不出來 像個蟲喔 因為他們角色是 都不會扣起來 現在升到4等 波霸奶茶是屬於這個爆發角色 看得出來比較爆發是只有中間的這張圖 去初級 一隻八台開啟兩倍數 所以是等到這個蟲 爬過來我們才會被咬到然後扣起來 發現是不是有人在雷啊 這個傷害怎麼才只有1-2 這個 大部分都是我們波霸奶茶在輸出 又出現一個 Oreal奶茶 現在整個隊伍有5個人了 終於要打我們的boss 不過還好我們這個遊戲是不用這樣 一直動來動去 我們角色是會扣血啦 可是還是需要復活角 不過不知道有沒有這個 復活角可以選 有一個人一直打這個傷害都是999 9999 他們是不是有配音啊 會調大聲一點 6等 10連抽 18就有10連抽 還有這個 羈絆可以激活一下 這樣繼續挑戰這邊 應該差不多是可以讓我們 自由活動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遊戲的開局福利 以及禮包的訊號 我們要兌換我們就先點左上角的這個人物頭像 在左下角這邊就會有兌換 這邊就可以輸入禮包碼這個TG 3個6 TG3個6 按確認就會顯示兌換成功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的話是這個TG3個7 TG3個7 好這邊也是成功兌換 那接下來的話是這個TG3個8 TG3個8 最後一個的話是這個TG3個9 TG3個9 好那我們這樣的話都是兌換成功喔 那這邊的話就有這個一些沉澱裂箱子 領到一些這個服裝券 然後我們的鑽石 一些這個經驗箱喔 然後這邊的話還有這個新手推薦陣 我們的波霸奶茶 搭配一下我們的這個 蜜桃奶蓋爆發 我們斬殺的話就可以一直使用奧義 用我們的蜜桃奶蓋來壓低血量 那看來我們是主要把我們這個 資源都丟在我們的波霸奶茶身上 然後接下來的話每天登錄還可以領大量這個 茶凌券喔 可以瘋狂抽卡 那接下來還有一些這個 事前應約獎勵喔 可以領到這個蜜桃奶蓋 這是他剛剛推薦的角色 呃新手推薦證的 這邊沒錯 這邊的話就一鍵領取 有蜜桃奶蓋 還有一些茶凌券以及 蠻多的這個鑽石 特定茶凌刷 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這個遊戲的其他福利喔 這邊剛剛是已經看過了 沒有領到 接下來開墊福利 這邊給他領領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這個遊戲的 新手活動福利喔 那左上角這邊的話有這個開墊福利 那基本上可以每天都一直登錄啊 不過是不是到後面這個要領的話要一直拉到下面 然後這邊的話有登錄獎勵 然後月卡 戰力排行 等級排行 然後月簽到 這個 邀請好友 那活動大概都是集中在這裡 接下來就是需要儲值 那這邊的話可以儲值一下 然後這個後面每日禮包 然後美洲禮包 美月禮包 再來看一下這個商城 這就是需要花錢去買 最後是成長基金 那接下來要是這個手廚活動喔 還有分成不同這個手廚啊 到最高級的話可以再拿到我們這個 風技鼓掌的工作 這是蜜桃奶蓋的實裝啊 清醒的話就可以瘋狂的培養 對單體以及大範圍目標造成傷害 加暈眩效果 這也是造成傷害 特技 被動技能 最後的話都是 可以培養而且還可以進行疊加 清醒的話就培養這一隻 應該就可以了而且他還是 免費送我們的 再來的話是這個線上獎勵 把他都淋一淋 加載尤里 奶茶 名字是有點難分辨 他說這個可以一直瘋狂施放技能 奧義 這裡技能 發生一些小傷害 特技 這邊的話就是擊倒敵人士可以追加發動一次 每次每追加都會使傷害減少10% 神奇就瘋狂培養這隻神角 但是他配我們蜜桃來蓋 然後把他壓低血量 直接施放我們這個技能 那最後呢我們來看一下能不能夠 先手開局能不能夠抽一下我們的角色 來招聘這裡 這裡的話有個 好像是有3000多賺 那怎麼是沒有券呢 最後來抽個10次給大家看一下 來抽 洛神奶茶 最美綠茶 然後現在的話就是三星的 好吧那麼以上就是這個 茶德鏈機的血耳瓦分享其事玩 還有這個官方推薦的最強T0陣容分享 就差不多拍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拜拜